圣经的章节 不一定会按照 发生的时序来排列 这可能就会让你 突然有点看不懂 所以在读经前 先认识一下经文的背景 就很重要 今天这张的内容 发生在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前 也就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尾声 这和上一张的背景 就相差了三十多年哦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 天父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说吧 一起来读 明书记第十五章 明书记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 取牛羊做伙计 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凡计是平安计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计 或是逢你们节其献的 都要奉给耶和华为新香之计 那献贡物的 就要将西面依法十分之一 并由一心四分之一 调和做素计 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凡计 是平安计 你要为每支绵羊羔 一同预备奠记的酒 一心四分之一 为公绵羊 预备西面依法十分之二 并由一心三分之一 调和做素计 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 做电计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之计 你预备公牛做凡计 或是做平安计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平安计 献给耶和华 就要把西面依法十分之三 并由半心 调和做素计 和公牛一同献上 又用酒半心做电计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伙计 献公牛 公棉羊 棉羊羔羔羹 山羊羔 每支都要这样办理 照你们所预备的树木 按着支树 都要这样办理 凡本地人将新香的伙计 献给耶和华 都要这样办理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 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新乡的伙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 他也要照样办理 至于会众 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 寄居的也要怎样 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 当有一样的条例 一样的典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邻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 就要把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出手的麦子磨面 做饼当举计奉献 你们举上 好像举合场的举计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 要用出手的麦子磨面 当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守耶和华所小遇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 自那日 已知你们的世世代代 若有物行 是会众所不知道的 后来全会众 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繁祭 并照典章把宿祭和奠祭 一同献给耶和华为新香之祭 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 他们就必蒙赦免 因为这是错误 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 把贡物 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 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就必蒙赦免 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 那悟行的人犯罪的时候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他就必蒙赦免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悟行了什么事 必归一样的条例 但那善感行事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他亵渎了耶和华 必从民中检除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总要检除 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遇见他捡柴的人 就把他带到摩西 亚伦并权会众那里 将他收在间内 因为当怎样办他 还没有指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总要把那人致死 权会众要在营外 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 用石头打死他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 在衣服边上做穗子 又在底边的穗子上 定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 好叫你们看见 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也沐行邪淫 像你们素长一样 使你们纪念遵行 我一切的命令 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当时的迦南非常富足 住在里面肯定衣食无缺 但也因为这样 百姓们才更需要小心 要以天赋为主 也要时常存感谢的心 亲爱的朋友 当天赋祝福我们 考上好学校 找到好工作 或是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后 你的心还能继续专注在天赋的身上吗 鼓励你 不忘感谢和赞美 就是专注在天赋身上的小秘诀 相信感谢的心 会带领我们的一生 和天赋 保有紧密的好关系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赋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 我的心都要单单忠于你 以你为最大的喜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得时不得时 都以神为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放